如果你是真的 比如说五年之内就换车的话 当然选择欧洲车 让你看起来比较舒服吗 那如果说是真的持有十年以上的话 我觉得日系的车 真的大家也会比较安心一些啦 但是我们刚才有看到喔 我们提出来这个Coda的Codec 这个可以五加二座的这种七人 中大型的SUV 在台湾的市场 实在是越来越多的选择了 那当然它的确销售量 没有像一般正统的五座的SUV要多 可是未来也不一定是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呢 十月份应该说二零一九年 整个台湾的汽车市场 对于这种七人座的休旅车 它的接受度是怎么样呢 对确实就像冠宜说的 就是可能因为小子化啦 或是一些家庭的关系变化 所以台湾确实七人座的车型 近年来卖得越来越好 相比比较方正 感觉昆诚哥说MPV很棒啦 但是其实台湾人还是多数比较喜爱这种 SUV升型的5加2车款 但这张表格呢 就是二零一九年最热卖的几台 七人座的SUV 其实算起来应该算5加2座啦 比较为多数 但是看到这张表的时候 我一开始有一点点吓到 我不觉得会有这么样 砰一个这样的 这么大的差距是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阶段性的上来 但是第一名我们看到的Skoda的Codec呢 我并不是说它不好 或是有哪里比不上其他排名的车款 而是它的销售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好 但我后来想一下呢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类车型的消费者而言 其实它的存在还蛮特殊的 因为其实你要买这种这个价格代 不要上到豪华品牌 你在一般品牌做挑选的话 其实多半还是以日系为主 可能Mazda的CX-9啦 Mizubishi的Outlander 那以Codec来说呢 虽然它有一个双身的兄弟车 也是七人座 就是提逛的Old Space 但是其实提逛的 七人座跟五人座的销量 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多半的消费者还是会 比较喜爱五人座的一个车型 是不是跟价格也有一些关系 其实它们两台的价格代 我是说七人座 提逛的七人座跟Codec价格代 没有到很大的落差 真的喔 对 所以其实以它的配备表现 而且也同平台 那两个同集团的两个品牌来说 两台车差异真的是不大 包含价值起来的感觉 但是Codec就是因为 它的车系就是纯正的七人座 而且确实在空间的表现上 五加二你最在乎什么 相比其他车就是第三排的空间 所以它的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确实还是好一些些的 其他的名次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名Mazda的CX-9 其实我个人是蛮喜爱这台车的 不论是它的动力 其实是在场的这些车里面 表现最强悍的 2.5升的温轮增压 以及它的整体的驾驶的感受 还有Mazda近年来的这种豪华的舒适度 就是即便不是豪华品牌 但是我的车舱的营造 已经不输 甚至也不输双逼的一些那种质感 所以它的表现量也我觉得合情合理 但是确实在第三排的空间上 CX-9比较吃亏一点点 它的乘坐的表现像我自己坐进去 就是头有点升不直 就是会卡在里面 第三排的空间 这边比较吃亏一些些 那Mizubishi Outlander 其实它这个量已经卖了好多年了 就非常的稳定 而且长期是一个长期受到 7人做SUV车型的消费者 喜爱的车款 那当然虽然它卖得久 但是我觉得Mizubishi非常的不错 它在每一年 你看它每一年的年式 几乎都有做一些更新 在新年式部分 甚至连什么AYC 那些SAWC 这些比较新式的四轮驱动系统 甚至什么数位仪表 通通都慢慢导入到车上 虽然它的 我们讲它的整体的车舱的layout 是比较旧一点点 但是它的空间表现 它的整体的 的确输色 对 度量 然后开起来的感觉 还是有它非常好的水准在 那接下来的两台 我觉得就是很多买这个 这个极具车款的消费者 搞不好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品牌 确实市场上比较陌生 Purillo的5008 就爱的人会非常爱 对 但是其实5008 它的空间表现 还有它的质感 整个设计的氛围 发戏车的营造 其实跟其他日系品牌 有很大的不同 那当然因为它 慢慢的小排量的一些动力 有慢慢的原厂有在推 所以其实它的销量 其实最近几个月 是慢慢有起来的 KIA Sorento 这个当然不得不讲 刚引来全新的大改款 所以明年再看到这台车 不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上年时代 这是整年度的 2019年 对 所以我觉得 应该这几个月 就会慢慢开始发酵了 你再看到这台车 我相信它一定 不会是只有这个数字 是 刚刚智希有讲到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 KIA Sorento 2019年它销售只有 70几台而已 但是呢 迎来全新大改款的这个月呢 其实它们之前的预接单 就已经光预接单 就突破2019年 一整年度 已经超过120台 而且总代理那边 还特别的声明说 我们是扎扎实实的 120台没有灌水 还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 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对不对 坤人哥 没错 其实如果消费者 有亲自去看到这部实车 其实外观的造型 真的是很亮眼 很漂亮 我觉得近几年 KIA的设计 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不仅是有质感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风格 除了欧化以外 它在欧化以外 更迈向高级化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 只要一看到实车 大家就觉得 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看它的造型 造型已经完全来到一个新世代的 KIA的Tiger North的一个造型 除了更成熟 更稳重 然后更精致感 那整个车头的造型是霸气的 然后是 它是呈现的是水平线条 对 就是Tiger Eye Line 就是很漂亮 然后下气霸也非常的有气 那车侧呢 西柱有个比较厉害的一个设计线条 它就是飞机翼的一个设计 整个车侧的一个造型 整个它的造型 它的风阻系统变成0.32 你看这样这么大的一部车 这么方正的一个车 风阻系统0.32 非常不简单 车尾更是很漂亮 车尾更是亮点 我觉得车尾它那个尾灯 直立式的所谓的结构主义 你看到那个 你不知道KIA的设计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好 我们来看它的车舱 车舱的质感更是 更是会令人赞叹 它那个整个设计也很漂亮 设计 然后冷气出风口 那样的造型线条 那当然新世代 比如说它有12.3寸的数位仪表 那搭配那种多媒体的一个影音娱乐系统 那主辈动安全也非常非常非常满 有蛮多业界首创 对 DriveWise 它自己的一个智慧驾驶辅助安全系统 这一套整套系统营造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还有第二排第三排 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怎么讲 规划的空间非常得意 有MPV的功能 但是有SUV的一个造型 所以我觉得整个车看起来 再加上它这次的售价定位 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才能够来 感觉像关于讲 它的接单有120张 对 而且其实它也是目前在 这个同等级里面有六人座的选择 所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可以选择的话 基本上你的销量就会展现出来了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 这个7N座的休旅车 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呢 小叶 好 虽然我们刚才知悉说 现在7N座在台湾 不是一个主流的休旅市场 但是还是有一个稳定的量在那边 不然Sorrent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选择引迹嘛 没错 对不对 那如果说刚才觉得 我们讲的这些车 都还是路上能见度太高的话 大家还可以再等一下一个品牌 就是Infinity 如果没有讲到 好像快忘记这个品牌 最近都没有什么动作 有点可惜 不过其实他们家也有一个 就是三排7N座的休旅车型 最早在2012年推出叫ZX 那现在叫做QX60 对 那其实蛮久 从2012年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很大幅度的改款 终于他们最近在国外 推出一个概念车型 更流行的车型 也有可能换掉多年以来 用了比较高排气量的 3.5升V6的动力 就从现在萤幕上所看到 虽然说这个是概念车 但是我觉得跟未来的量产车 八九不离时 不过呢 因为我们除了看到这样的造型外 还有很多的相关数据 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对于这种豪华品牌 7N座 又不想要跟大家开这么一样 这种路上很高见的 比如说像Lessus 或者是德系双B的话 Infinity这台车 是真的可以期待的 而且除此之外呢 它除了看到外形 很像现在的新世代QS50 甚至国外刚发表的QX QS55也好 它的动力系统 很有可能也会像 这两台车来看齐 也有可能说 它不用这种超过3.0升的排气量 用Wallel 它很有可能用 对 没错 怪你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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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